九折CP 陳寧角充 鳳哲 對 裡面有一位 其實跟你是有點淵源的 這個Rex 有淵源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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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緣公 誰啊 嗨 這是Rio 我從DK調查劇 現在你們看 YEEE 大家好 歡迎收看DK調查劇集 首先歡迎我們大來賓 九折CP 陳寧角充 鳳哲 大家好 我們是九折CP 我是周鳳哲 我是陳教 鳳哲之前有來過我們DK 應該已經是一年多前 還記得嗎 對 上次來就是 分享我們那一首評分慚愧 對 很開心跟大家聊天 所以這次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idea 我覺得很期待 然後帶著我的CP一起聊聊天 想問一下09是第一次來嗎 對 那之前有聽過DK嗎 當然有啊 什麼可能 有吧 但其實09今天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三位 裡面有一位 其實跟你是有點淵源的 真的嗎 發現這件事情 這個Rex 有淵源 什麼意思 對啊 啊 怎麼樣 全員工 欸 那時候是認職什麼職位 就是簡潔啊 簡潔師 我完全沒見過簡潔師 簡潔沒見過 為了化解這尷尬 我們馬上進入第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來自玩具版的貼文 玩具收藏家的男友 每個男生都住著個小男孩 自己男朋友已經29歲了 認識他才終於懂得這句話 下面就是他分享他男朋友的收藏 第一個可能是像漫威 一些漫威的小公仔 大公仔都有 航海王 然後還有鋼彈 四驅車 收藏的東西相當多 因為聽說09之前也是有在收藏一些 對 我收的東西跟他其實蠻像 就是漫威的公仔 然後跟航海王的 齊龍珠那些一大堆GK 我都有收這樣子 當初為什麼會有開始想要收藏這個器材 因為我很喜歡看漫畫 就是這些動漫對我的影響很多 可是你喜歡的東西不是會隨著 例如說像漫畫 像我也不會在看漫畫 例如說作品會一直出新嘛 對啊 那你這樣子你的收藏東西 會越來越多啊 我擺不下 對 所以我最近在賣 所以你在這個收藏上面有花很多錢嗎 目前 哇 應該有幾百萬 哇 幾百萬欸 那豐澤呢 豐澤有在收藏東西嗎 目前 比較少啊 因為我 其實我覺得我一部分不收藏原因 是我怕我陷入了一個洞 我就會無限的一直買 收藏本來就沒有問題 只是說 那個界線在哪裡 你到底要收藏到多少 我唯一最大的慾望是收藏歌曲 拍很多MV 哇 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 收藏藝術品的感覺 有一陣子我有在收藏這個藍光DVD 但後來發現 真的太貴了 就是 重點是你不會把它拿出來看 你知道嗎 但後來我大概收藏到第十五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行 可是你那個DVD可以轉賣嗎 它有那個增值的空間嗎 我覺得因為我收藏這個東西 好像沒有想要把它轉賣掉 所以09當時在收藏東西 有時候會考量說 這東西有沒有增值空間嗎 還是會有 就是這樣子嘛 像你剛剛說你那個 藍光DVD你捨不得賣嗎 對 可是有出五千萬給你買 你還是會賣嗎 真的 我說真的 不要到五千萬 兩百萬我就賣 真的 那像漫漫呢 你有收藏東西嗎 但其實我真的沒有收藏屁耶 我有曾經一度 因為就是很嚮往到一個文心 我喜歡收集筆記本 在我學生時期的時候 然後就是各種不同角色的筆記本 好像以前很流行什麼 Siki La La什麼那一類的 我什麼怕他熟那種 我就會想要收集那些 紙本的東西 不過我們先問一下Race 聽說你也有收藏 對 你收藏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在收藏植物 我收藏的是活體 對 本來空間是沒有東西的 然後開始增加了一些植物 為什麼會想要開始 收藏植物這件事情 因為我從 我從今年開始 搬出去跟我女朋友同居 對 然後後面發現 家裡好像有點空 就覺得好像應該要 增添一點綠意 這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照顧啊 每天一到兩個小時左右 早上可能六七點就起來 澆水這個 太認真了吧 早上回去睡覺 這是我阿公在做事 是 這很真實 因為我那是我們的辯物老師 他也很愛 最近也是愛收集這種植物 有一次去他的工作室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每天早上起床 他都會跟他的植物聊天 說你今天過得好嗎 哇 真的 真的 他回答嘛 那植物的回答 那植物呢 他說 沒有啦 沒有啦 有些人相信植物有點靈性的 有有有 生命的東西 他就會變成一種陪伴 給人很大的一種 精神寄託 精神寄託 因為之前還有一個實驗 所以你只要跟植物說好話 他就會長得比較好 但如果你今天就是每天 罵他長話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變得就是 哭掉 然後我都罵他 我怎麼看你怎麼長那麼慢 欸欸 想當不爽吧 你會建議自己的 可能另一半或什麼 去摸你的模型之類的 還好 但如果假設他真的有一天 就是回到家 然後他可能就是斷了一個什麼 可能乳屁橡膠手斷的 那一尊可能好幾萬 其實也不是沒發生過 而且家裡有寵物也會去拔 對啊 然後其實後面都 一開始當然會有點生氣 或什麼 後面都覺得算了 就是拿那個三秒鐘把它黏起來 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也是自己沒有擺好 後面想想 其實應該擺在一些 他們碰不到的地方 櫃子裡面或什麼的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B尾卡友的時候 這你就不懂了 這是屬於男人的浪漫 其實我覺得女生也會收藏 對啊 只是收藏後面不一樣吧 女生會收藏那個香水 化妝品 對 鞋子也是很 對 我們Tim上有東西 人叫Real 之前說他小時候會收藏指甲 那個是怪屁 那個比較收藏 你那是好朋友嗎 我是盡量跟他保持距離 沒有啦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好 不管哪一種收藏 只要自己喜歡就好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分享 看看你有收藏過什麼東西喔 好 我們看下一篇貼文 下一篇貼文是來自感情版的貼文 聰明的男生是不是很夯啊 原PO表示 他覺得聰明的男生好像很夯 因為很多交友軟體 或是板上都有女生說 他喜歡聰明的男生 但是他說聰明不一定代表學歷啦 也有可能是 可能個性散發出來的聰明 可能比較冷靜啦 比較斯文啊 然後他想要了解一下 是不是每個女生 都是喜歡聰明的男生 先來問問兩位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 算是聰明的人 這個很難 很難自己講耶 唉唷不好說 這個你要怎麼發揮 自己覺得還好 還好是不是 但我不知道聰明怎麼定義 因為有些人是 他是IQ很高 他身邊就有很多 IQ很高的朋友 對 可是他們也是這個社會上 被騙了很多錢 所以你該說他聰明嗎 我不知道怎麼去定義 就是我發現聰明 跟你在這個社會上生存 是兩碼子式 對 我自己覺得我本身 可能IQ沒有那麼高 可是EQ比IQ高一點點 就是因為可能 我們在創作吧 我們在表演吧 很多時候是需要去感性 去感受這個世界的 我覺得聰明改成 智慧可能比較好 智慧 對 就是你面對 一路上這樣的人生的經歷之後 然後你對於做人處事的一些 想法或看法 或是去怎麼樣去應對 我覺得那個是累積起來的 可能這個比較是 因為我覺得聰明這個東西 就是有一點天生的吧 我覺得 對 就天生的IQ 像你們遇到什麼樣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說 在心裡判斷說 這個人是聰明的人 我是覺得就是 當我們討論一個話題的時候 他可以給我不同的角度 的觀察 就是我會沒有想到的 因為這樣子會讓我覺得 他看的層面比較深跟廣吧 他有帶給你新的收穫 對 然後可以透過他 我可以增加我的知識 那09呢 我覺得可能是在遇到 危機的時候 就是你在遇到一個事情之後 你怎麼樣去危機處理 那個東西他做得好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 有智慧的表現 例如說遇到什麼樣的危機 遇到熊 遇到熊可能 對 爬樹 爬樹 瞬間的那個 好聰明 要爬樹這樣 那像你們五堅情嗎 你們覺得你們五堅情 誰最聰明 撇除你們自己 我覺得五個人 聰明的地方都不太一樣 對 可能會選09吧 因為他也算是我們五個人 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他身位力也 比我們身後一點點 他看的也比較多 可能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會去問他 第一首選 就可能不會去問鬼禁啊 或是問 這太可能 不然他可能就現在要爆炸 對 現在要爆炸 開好笑 Race呢你覺得呢 你覺得聰明的定義是什麼 艾因斯坦 你定義的是這種聰明 對 改變世界的聰明 改變世界的聰明 你認為聰明是覺得他可能是 學識方面特別強的這種聰明 是嗎 比如說可能什麼動漫的角色 始皇比日本的L 你就覺得他很聰明 是腦性男的感覺 但慢慢的慢慢覺得聰明的定義 其實我覺得我早期真的有一點 自信戀 你有聽過這個詞嗎 自信戀 你喜歡很有自信的人 沒有很喜歡智商很高的人 等到真的出社會一陣子之後 才發現 善聊比較重要 但因為我覺得我當初喜歡我男朋友 就是因為我跟他出去旅遊玩的時候 他是會跟我講說 這邊以前過去發什麼歷史 做導遊 對可是 來好這邊跟著我走 不要這樣子 這是加分的嗎 我覺得是加分的 就像剛福德講 就是我喜歡這個人可以帶給我新的收穫 那如果你是要去一個沙灘RELAX 然後就告訴你這個沙灘 然後告訴你很久已經 可是什麼 我只想要喝一杯某一朵放鬆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講那麼多歷史 我就要閉嘴 請閉嘴老娘要睡 你說你有點自信 是喜歡你的智商高 你要怎麼去判斷這男生智商高 頂大的學生 你就覺得萬有一個律性在 但後來真的了解過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個人相處上面 好像跟我沒有那麼合 現在你們兩個人 我發現你們兩個人講話好像在Rap 快快快快 快快快 我剛剛講 你已經趕快了 我剛剛睡覺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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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你偷一招 他講話是我們團員真的 我覺得我快 你說我喜歡高好比我快 我剛剛說話 我們真的有這個問題 對啊你們回到家的時候都這樣聊天了嗎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覺得想辦法放慢自己的語數 不然別人可能會聽不懂 沒有那怎麼辦 你們腦袋轉的比嘴巴快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風澤也是不差 對啊 因為像09之前在狼人殺裡面算是 真的是比較邏輯強啊 或是說可能比較有分析能力的代表 那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你有因為這件事情 變得好像大家對你的愛慕更多了嗎 其實體感當然會有 因為我覺得任何一個人 他在很專注一個領域的時候 然後做得蠻好的 他自然就會發光這樣子 對 可是那也只是 我覺得那都是很短暫的 其實實際上你還是要相處過後 你才可以知道這個人跟你合不合這樣 所以其實聰明跟智慧真的是兩回事 對啊 剛才09他講的智慧我覺得其實蠻不錯的 然後大致若語嘛 你真的智慧到了一個程度 其實他看起來不會第一時間 是一個展現聰明鋒芒的人 好我們來分享一下卡友的看法 B的卡友說 不管男女講話機靈話題豐富 這些讓人家覺得很聰明的特質都很受歡迎吧 就是反應快啊 或是話很會聊天這種 那B5的卡友說 是有人喜歡白癡嗎 這個也很難說 懂事這種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對啊 不管怎麼樣幫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聰明的定義是什麼呢 好下面一篇文章是來自 心情滿天文 真的有不上相這回事嗎 因為像兩位都是藝人嘛 你們有曾經考慮過自己上不上相這回事嗎 也是有啊 應該說我自己是沒有很在意的啊 但是有時候被拍得太離譜了 還是會覺得 他會比較放這樣 你們會知道自己是左臉人還右臉人嗎 我是右臉 然後瘋子好 我是左臉 他好像都可以 那偏左臉啊 那你們很剛好 你們剛好一左一右 我們通常就站位子剛好 像你們平常在上節目的時候 你們會刻意保持一個 就是我絕對不能有缺失 或是站姿坐姿是不是都有一些講究啊 就是臉是 還是說他們表情是有特別在控制的這件事 我自己還好 我一開始很 歐包很重 但是後來其實接觸到吳建青的時候 慢慢慢慢放下來 就覺得 因為大家在這個團體好像還滿做自己的 那我如果有點硬撐著一個美男子也太累了 那我不要撐了 那就放輕鬆吧 現在也比較自在一點 好 我們現在來進入這篇文章 好 他說每次別人拍照 不管是獨照還是團體照 我永遠都拍不好看 可能小眼睛或臉很肥 他自己覺得他自己顏值還行喔 對陌生搭訕這件事情也沒有少過 他就想要知道說 是不是有人就覺得 自己是真的很難上向 像零九跟豐澤你們兩個是覺得自己 算是偏上向還是偏不上向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偏上向的人 我看自己的自己 跟我覺得我看照片的自己 我自己覺得有差 看自己的自己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我覺得照片有時候 可能角度啊 光啊 有時候會落掉一些細節 這個聽起來就很自戀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個人比照片好看 原來如此 零九呢 零九覺得怎麼樣 我真的不知道欸 我都不確認我自己長什麼樣子 尤其像他講 看鏡子跟拍照 然後為什麼 我有時候發現 我的影片跟照片 長不太一樣 奇怪 那我到底長什麼樣子 自己也不知道這樣 所以說我可以理解 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歡拍照 因為他們自己看自己是OK 可是看照片的自己 就沒有很喜歡 可能自己沒有辦法反射到 自己看自己的樣子 那像Rex呢 你覺得自己是上向人嗎 Rex有在拍照嗎 我幾乎不在拍照 他感覺不是一個愛拍照的人 我跟你講 我每次拍照 別人都說 那那個不是我 我身分身上面長得像培根 然後我瘦的時候 長得像陳大天 然後我到75公斤的時候 長得像陳吉邁 然後現在頭髮變長的時候 人家說我像黃波哥 你沒有自己耶 你沒有自己耶 你沒有自己 那慢慢的你覺得你是上向人嗎 因為老實說 身邊很多漂亮的女生 女同事全部站一排拍下來 真的你絕對不會是 你們最漂亮的那一個 但我自己真的沒有很介意 因為你一再呼下去 他就沒完沒了 所以我乾脆直接讓他放掉 我們不是放棄 我們是放下 不要你幹嘛跟我講 我們不是放棄自己 大叔拍照都有固定的角度 左側臉這個部分 左臉 而且你們會有點微揚角度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很嚴重 你最近最近很吃美 你們會有觀眾看到你們本人都要 就說 你看起來跟影片上面差怎樣怎樣 你爆出客套話 就說你本人比較帥 通常都是這樣子 對 很少人會講說 本人比較醜吧 對啊 我都會遇到說 你本人好矮喔 謝謝囉 什麼意思 因為像我年紀比較大 我要35了嘛 你本人看起來沒有那麼老欸 我不會講比較年輕嗎 就不像沒有那麼老 之前發藝人的時候 他們有分享 就是他們會在自己前面 練習笑容 他說一定要笑出 八顆牙齒的那個角度 才是最好看的 聽說這個你錄過 風澤有在實踐這件事嗎 至少七顆啦 至少七顆 沒有啦 還有一條 至少七顆 我頭拿過來先數牙齒的 對 其實我的邏輯跟你一樣 我在後面其實 我就慢慢放下這件事情 因為有時候 我們要拍很多照片 如果我們要照片 都要盯得很緊 其實精神會很累 因為後來其實 跟革命的互動也蠻有趣 他們也是很喜歡 拍我一些比較鬼臉啊 追求真實感也是一種美啦 所以我就後來覺得 有這樣子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生活也沒那麼的累 好 我們來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B的卡友說 我男友就是怎麼拍都不好看 但他本人男女通殺 真的超級奇怪 不過就不會被別人說是照片了 很多時候是 我們本人看照片 我們有一個希望的一個樣子 然後我們覺得最好看的樣子 可是這個最好看的樣子 往往不是大家覺得 最好看的樣子 對 好像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跟我同事 在選照片的時候 欸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大家覺得還好 他們會選其他張 大家追求的不一樣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選擇你覺得好看 還是你會選擇公司覺得好看 我會選公司覺得好看的為初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會不準 會有盲點的感覺 那林九也是嗎 你會選擇自己 我是 我是慢慢說的那種 放下行 拍完 你們選 連看都不看 他只有一個點 他看 這個修太多了吧 修太多不行 真的 歡迎跟我們分享看看 你覺得你自己是照片好看 還是本人比較好看呢 或是你有沒有什麼 拍照的小技巧 歡迎分享給我們喔 那我們今天討論文章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當然 九澤CP來 絕對不是只是來聊天而已 也是可以直接來聊天 也是可以來聊天 不能嗎不能說聊天嗎 可以也可以 那我們就到這裡喔 不是啊 還是要宣傳一下吧 還是要宣傳一下 對不對 就是我們兩個本人 1月25號在台北小巨蛋 辦我們的愛在你身邊 演唱會 所以希望 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來支持我們 然後來這裡都會感受到很多 love 這次演唱會的主打就是愛嗎 但它不單純只是愛情 就是像九澤CP一樣 或者是五間棋也好 我覺得就是身邊無時無刻 其實都充滿著愛這個東西 不要忘記就是 這個世界還是善良的 今年有新的音樂作品嗎 不管是單曲還是什麼的 會比較著重在唱新歌嗎 當然 就是我們的第二張專輯 第二張創作專輯 然後我們的新歌 就是跟我們的演唱會名稱一模一樣 就愛在你身邊 就是剛花心不久 好 今天的D卡學期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謝謝九澤CP 謝謝 謝謝你們 有趣的事情都在D卡上面發生 現在不見學生只要下載D卡 馬上就可以看到更多人的故事喔 D卡學期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